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这阵子我们关心武汉肺炎的疫情 在世界各地,许多国家扩散的情形 也逐渐影响我们的工作,家庭,生活 大家心中会有担忧和恐惧 我们台湾已经有24个确诊案例 我们相信政府正在做的防疫工作 可以让我们人民得到最好的保护 这时候,我们更需要一起来祷告 求上帝怜悯我们的软弱 帮助我们有能力还有智慧去控制疫情的扩散 并且早日研发出疫苗 让更多的人得到医治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面前 向你祷告 这个武汉肺炎所引起的灾难 已经让许多人的生命失去 造成国家、社会、人民的恐慌 我们心中充满担忧、恐惧、害怕 在哥林多后书一章四节说 我们在一切患难中 祂安慰我们 使我们能用上帝所示的安慰 去安慰那些遭受各样患难的人 天父上帝 求你怜悯我们人的软弱和不足 在这次肺炎疫情的灾难中 求你赐下属天的平安给我们 好让我们有力量 来胜过内心的恐惧跟害怕 也恳求你 特别保守那些 在医院里的医生跟护士 当他们冒着被感染的风险 为病患治疗的时候 当下有你的大人的保守 使他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平安无事 也让他们有充分休息的时间 来恢复体力跟精神 帮助更多需要的人 上帝 求你怜悯那些 已经被感染肺炎的病患 还有许多被隔离的人们 在他们心中有极大的不平安 他们非常渴望得着医治 求你与他们同在 使他们里面充满你的安慰和平安 也求你赐给那些研发疫苗的团队 有上帝你的智慧 能够尽快将有效的疫苗 研发出来 帮助世界上正遭受新冠病毒侵袭的人 感谢天父上帝 垂听我们的祈求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